9月12日起 中天综合台 最新一季 中国好声音寺 到法郎给人洗头 头发去洗刀打结 一大团法丝纠结到输不开 没想到老板娘一转身拿出剪刀 咔嚓 全剪掉了 被剪下的几间长发乱成一团 消费者气得po网 大骂店家原本说好 从中间剪开再拆解 没想到是直接用剃刀把头发给剃掉 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 店家不仅没告知要剃法 而且洗刀打结不是第一次 店家还怪说是发尾太干 发质不好造成 洗法怎么会变剃头 遭控店家坦诚 的确是因为客人发质不好 有洗刀打结 但当天的洗法用品都是客人自备的 店员发现头发打结后 有告知 拆开过程可能需要改变长度 绝对没有外景客人同意剃头 把其洗头变成消费纠纷 双方各说各话 三千烦恼丝真的变成大烦恼 这期节目我们贝如高水报道